Let's go on 好,那么这句话当中我们现在会回家 你就回家去按分句去吧 and是左右两边各一个句子,对不对 只不过后面一个句子当中又出现了定理同句 and the machine was used in a cave near the seashell where it is set, pirates used to hide goat the machine,诸语,动词 was used,被使用,在哪使用 in a cave,什么样的 cave near the seashell 好,再下面有个出现了 where it is set, pirates used to hide goat 在这前后都有破车号的这个概念 it is set,就更明显的是一个什么 插入语 好,it is set 范围句说 它是一个插入语 我们最近说在理解插入语的时候 你怎么理解 把它给甩出去 从这个理解当中把它给甩出去 那么这句话你就会变为 叫做in a cave near the seashell where pirates used to hide goat 什么叫used to 过去常常,对不对 used to不及叫过去常常吗 过去常常藏金子 那然后我们说藏金子 然后用where连接的什么语 同位语 where有什么时候告诉你 可以连接同位语的 叫什么语 叫定语重句 然后我们刚刚才说过 where我们意味着 它在重句当中充当了 两个词的作用 一个戒词 一个加这个前面的先行词 对不对 起了一个什么语 是冰语还是地点状语 地点状语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会明白 哦,原来是pirates used to hide goat 你看 猪语 海盗 动词藏 冰语 金子 海盗们藏金子 在哪儿藏呢 in the cave in the cave near the seashell 对不对 那么事实上就表示 那些海盗们过去常常在岸边的山洞里藏金子 是这个概念吧 那么我们也就无意当中 我们也就现在也就知道了 where这个词事实上是指带前面的先行词 前面的先行词是哪个词 是seashow还是cave cave 世上今天的where是修饰前面的caved 只不过这个cave在哪儿 near the seashell 在海岸边的一个cave 所以你现在这么指 用where 然后把它画一个线 然后我们要知道定义从具的标志是什么呢 指向前面的名词 你就这么指 用where 一下子画到这儿来 cave这上面来 你马上就会知道 后面这个定义从具 修饰前面的什么 cave 那么然后我们来看看 where我们把它理解为 借词加cave的概念 不就这个意思吗 现在说pirates used to hide gold 什么的cave 你肯定会说in the cave 对不对 in the cave 那不是刚好是个地链状语 又强调它是in再加cave 不是这个概念吗 好 所以我们说 世上把这where就看成什么 in which 就把它看成in which 在那个山洞里 他们藏了金子 然后我们说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插入语就起作用了 因为插入语是表示说这句话的这个理论一句是什么 it is said 这件事情只说是什么 据说 好 那因此这句话我就理解为 说他们这个东西 仪器被用在了山洞里 什么样的一个山洞里 在这个海岸边的一个山洞里 据说海盗们常常在那儿藏金子 对不对 在那儿 我们就把它放为在那儿 在哪儿 好 在山洞里 好 那今天我们就教大家一种翻译方式 如果大家要真的在那个阅读理解当中 见到一个where站在名词后面 不能理解的话 你就是觉得 哎呦我已经忘了 我没有时间去想 对不对 这个定义从具到底是由什么一个介词 加位构成 你就把where翻译为在那儿 就可以 你看 this is the river where I swim 你看 这是一条河 在那儿 我游泳 那不是对了吗 我在那儿游泳的 对不对 这是那个房子 什么样的房子呢 在那儿 我住的 那我住在那儿 是不是 那今天这句话也会说着 人们常常在这 在这个山洞里面使用仪器 在那儿 海盗们藏镜子 在哪儿啊 在山洞里 还是这个概念 所以翻译的时候 你可以翻译为在那儿 而在我们理解的时候 你要明白 它等于 in 加 which ok 更忘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 说the pirates would often bury gold in the cave and then field collected the pirates would often bury gold 说这个pirates 常常埋金子 怎么会用wood open呢 wood bury呢 wood是什么概念 可是过去将来 也 可是从过去看 未来海盗们要藏金子吗 不是 今天的wood 在我们的后面的 关键进行当中 已经告诉你 今天的wood 可以被一个词所取代 就是use to 所以我们说 一般wood加动词原型 我们大部分理解会 过去将要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今天这个wood 我们之间你就过去 什么怎么样 常常怎么样 能符合这种用法的 只有一个条件 哪个条件 那么 turn to next page 翻到下面一页 翻过来一页 第一句话 翻过来一页的手 开头有个b when we refer to definite time in the past 当我们提到过去的 什么时间 特定时间 你就把我这几个词画下来 某一特定时间 不是当我们提到过去 是当我们提到过去 某一特定时间 我们有时可以用wood 来代替use to 明白意思了吗 就是今天在这句话 当中的wood 是等于use to的 不表示将来 那么是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使用呢 在表示过去某一特定时间里面 那么在这一刻当中 他没有说哪个特定时间 但我们已经跟上下文 已经知道了 说 说他们过去常常埋金子 是指 是指在什么时候 是在过去 有海盗的那个年代 是不是 就是 当时海盗猖獗的时候 在那个特定时期 海盗们在这个地方藏进去 所以 所以我们底下后面还有一句 他说 但是下面一句话 就不能用wood 来取代use to了 看到了这个逆句没有 哪个逆句 他说 the sort of normal used to be very popular 说这种小说 过去很流行 为什么不能用wood取代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不是现在没有的概念了 是因为这里面的wood 之所以不能取代use to 是因为他没有指出是哪一个特定时间 对吧 他只说这个小说去去过去很流行 这个过去是在什么时间了 谁都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上下文 他又没有给他一个时间词 如果他给他一个时间词 比如说在我五岁那一年 那又可以 对不对 但如果他要是有上下文说某某一个时候 然后那本小说在当时很流行 那我又可以用wood 问题是他又没有上下文 他又没有时间 那我只能认为在没有过去特定时间的时候 能不能用wood取代use to 不能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 只要求达到哪一步 我们现在对大家的 现在告诉你 我们刚才说这么多 事长只是为了让你明白这个概念 而你现在只要掌握什么意思就行了 就是你只要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别被这个wood do弄晕了头 别说wood do是表示过去江耀 这个地方怎么说海盗江耀藏金子呢 你要明白这个地方的wood 等于什么use to 所以你现在就这么急 就是wood do 一般表示的是 一般情况下来说 是表示过去江耀 但是偶尔也可以表示过去长作 understand 除此以外 你不需要知道其他的事情 有些东西说我还不会用的 不会用没关系 这个东西只会出现在阅读理解当中 让你发糊涂 你根本就不会用到这个句子结构的 有那么多的句子结构 你非要找那个你明智要死的 你还跑去用 那是傻瓜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再教你一招 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那个单词你不会写 一定要记好了 你换一个词 千万别像我们有些同学傻傻的跑到的地方 打个打个空格 或者还发个方框 等着我们去填空 等着那个那个考试的给你改卷子 老师去填空 你要换一个方框 给老师去填空的话 那个老师会一肚子都是火 你知道吗 因为他已经改这么多卷子 已经够烦的了 你还换个方框 让他去猜呀 你知道他去猜呀 他猜到最后给你是 这篇文章独之不懂 好 全扣 那你就完了 你那篇文章写累的要命 就因为几个单词 把你搞得一辈子都痛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注意好的就是 你千万别在写作文的时候 犯那种 你自己都没有把握的错 你自己都不知道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你还把它写上去 然后讲 这句话可能是对的 千万别做那种事 我宁可你写最简单的句子 如果你写不出来 he is the girl who is my sister 你写不出来地域送句 我宁可你说he is the girl she is the girl she is my sister 我宁可你把它混成简单句 你要是你都不得高分 但是你也不会得zero 对不对 你也不会得零分吧 所以我们说 大家在这个自己 所以有很多同学说 这个考试怎么样能考高分 考高分的方式有很多 就看你傻不傻 只要你傻 你高分一辈子都得不到 就是你避免把你的缺点暴露给别人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底下的意思 底下的一个句子 底下的这个句子 他说这个pirate would open bear a goat 明白了 叫做use to bear a goat 对不对 过去常常藏金子 in the cave 在这个山洞里藏金子 and then feel to collect it 什么叫feel to feel to不范围失败 范围不能够 没有能够 他们光藏了金子 结果没有能够 把他们去取回来 and 下面一个句型 我们现在要先把它读手 背诵 ok now the first one 好 首先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句话当中 第一个有arm the whip 这个结果大家能不能接受 arm with 跟这两个端语一连接 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什么arm the whip be armed with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端语叫做 以什么什么来武装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我们有the search party search party怎么样 the search party上面用了一个动词叫went into the cave went into the cave 然后第三个又有了一个hoping to find hoping to find 什么什么怎么样 我用来看 对 我用你